你有在用交友软体吗? 线上交友早就是许多国家的常态了 当中年轻用户更是习以为常 今年一份调查就指出 年轻世代有77%都在用交友软体 另外30到49岁的青年当中 也有66%都是靠线上交友约会 许多人从相知到相守 交友软体功不可没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在美国每10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靠交友软体认识目前的另一半 而在这些交友软体的使用者当中 几乎有一半的人都用过Tinder 这个数字在30岁以下的族群 更高达8成 而且Tinder不只是美国人 最常用的约会平台 在台湾交友软体当中也名列前茅 重新塑造了约会文化跟爱情想象 这类的交友软体怎么做到这一点 又带来了什么问题呢? 大家好,我是周宗翰,发扬属困 小发明,大革命 想起来蛮不可思议的 上一个世代的人还要靠学校舞会 家人安排的相亲 甚至是报纸广告来找到幸福 在网路跟手机流行之后 彻底改变了人类寻找性跟浪漫接触的方式 我记得六年前主持婚礼的时候 新人是网路上认识的这件事情 还不能说出来 以免让长辈觉得很肤浅 硬要说是朋友介绍的 你们是不是这样呢? 但到现在呢,应该已经没有人介意了吧 来谈谈Tinder 这款2012年推出的交友软体 目前在190多国上线 全球每月活跃的用户高达7500万人 比三个台湾的人口还要多 业质统计过去11年来 在平台上的配对数高达75亿次 每周创造了150万次的Tinder Date 路透社报导呢 Tinder推出的低价方案 吸引了收到通膨冲击的消费者 今年业绩持续成长 果然是有钱没钱 找个伴侣好过年 这种好成绩呢,早在新创初期就有迹可循 时代杂志呢 在Tinder上线不到两年的时候呢 就发现这款软体已经靠着把约会变游戏 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 怎么做到的呢? 全靠Tinder的一指神功操作模式 我来为没有用过这款软体的观众介绍一下 每次打开Tinder的App 就会根据你设定的对象、性别距离跟年纪 售出一个可以跟你配对的人 看了对方的照片跟字界喜欢就往右滑 不喜欢呢就往左滑 下面一位 遇到天菜呢还可以使用可以付费购买的超级喜欢 增加能见度 只要两个人互相喜欢就能够配对成功 开始聊天 Tinder最初会爆红呢 是因为首创了这种效率超高的配对方式 团队在开发软体的时候呢 是从玩卡牌获得灵感 把Tinder界面呢当作一场游戏 用户只要看到照片呢 在用手指一滑迅速反应 像这样简单动作就有机会配对 能够刺激人体分泌让人愉悦的多巴胺 研究游戏设计的人类学家指出呢 滑Tinder几乎就跟玩吃饺子老虎鸡一样 让人很容易陷入无止境的游戏回圈 甚至是上瘾 创办人莱德也说呢 很多用户用Tinder的重点不是找对象 而是下载来玩 就算没有配对也无所谓 光是左右滑看下一个人就很有趣了 黎明共同创办人呢也提到呢 有用户因此迷上了 Tinder每天要滑上30到40次 不过这种配对方法 让用户在短短几秒之内呢 就要决定喜不喜欢一个人 成功配对了也不一定有兴趣跟对方聊天 就算聊了天也可能话不投机半句多 聊没几句呢就不联络了 听起来呢不是很有深度 所以Tinder曾经用互动率来帮用户评分 透过旗下的等级分制度 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吸引力 本来呢是为了优化演算法 没想到引发用户反弹 只好停用这个评分机制 维持快速效率的交友软体 在过去十年来默默改变了约会的样貌 首先是约炮文化的盛行 网络上有个说法呢以前是 一蕾牵手二蕾轻轻三蕾上床 但是呢现在倒过来 变成了一蕾爱爱 二蕾揭露童年创商 三蕾一起逛超市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Tinder刚流行起来的2015年 有媒体分析呢在讲求快速配对的软体上面 谈恋爱变得像是一场各取所需的消费活动 像是Tinder只会跟你讲你的市场行情如何 不会透露你被谁左滑 配对之后呢 聊不来果断放声就好 像这样没有什么摩擦的配对过程 让找对象变得很像线上购物 只要两个人呢稍微情投意合 就可以马上约会上床 一名物理治疗师呢用的是另一个欧美热门的交友软体 Hinge 但他也有类似的感受 觉得使用交友软体呢就必须把自己当成商品努力销售 感觉超怪的 而且呢交友软体本身概念就蛮矛盾的 如果让人在上面呢成功找到对象 用户不就会减少了吗 但这些APP根本就是想要发约会财 当然会想尽办法让你掏钱继续留在交友软体上面 第二交友软体也让恋爱关系变得越来越短暂 研究人类性生活演化的专家说呢 像Tinder这样的APP 好像在说这里有成千上万的恋爱对象可以挑选 这会让人心里产生一种对象过剩的感觉 导致呢整个约会期变短 大家也只能被迫接受这种转变 追求素食爱情 Medity Fair的记者呢则是指出 有些人呢会因为软体上面的对象选择太多而不知所措 让面对下一次关系的时候呢 关注度下降耐心也变得更少 我相信呢大家都有这种经验 很多网路上呢认识到的约会对象 只要碰到问题呢很容易搞消失 跟对方聊个几句话人就会不见不读也不回 学者指出呢过去恋爱关系当中呢 认识的对象都是透过身边的人际网络 比如说呢是朋友或家人介绍学校社团认识 但现在网路认识的对象呢 可能跟你原先的交友圈就不紧密 所以聊一聊约个会稍微觉得不适合 完全不用交代就可以人间蒸发 交友软体造成的第三个现象呢 就是心理健康受损 一个调查上千名交友软体用户的研究发现 这些软体呢可能造成压力跟不满 也可能加剧焦虑 忧郁跟自卑的倾向 但有些交友软体呢想要对抗这种负面结果 像在OKQbit上面呢用户就得要认真填一堆问卷 让系统知道你跟谁的个性会比较合 另一款程式呢 Once只要每个人一天有一次的配对机会 防止用户花好几个小时狂华 我问二十几岁的年轻写手 现在最近的约会方式是什么 他说自己在situationship里面 还跟我解释说呢 这是由状况 situation 跟关系 relationship 组成的 我听了很傻眼喔 他告诉我呢最近这个词很红 简单来讲呢就是两个人已经曖昧完上床过了 甚至可以说呢是固定约会 像是男女朋友一样了 但不去定义关系也不谈未来 啊我说这不就是不想负责任吗 他就翻了我一个你老了的白眼 Tinder去年发布的调查报告呢指出 现在有49%的用户呢 会把situationship加到自己寻找的关系当中 因为想要在比较没有压力的状况下发展关系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想负责不用给承诺 如果哪天遇到更好的对象就可以直接换人 反正当时也没说好要交往不是吗 啊怎么听都很渣啊 说实在呢人真的很矛盾 心理学家卡比奇说 以前约会呢真的很不容易操之不再急 现在呢使用交友软体可以掌握更多的自主权了 但大家在用的时候呢却又不当一回事 几秒钟之内呢就决定一个人的好或坏 还要抱怨交友软体很肤浅 他说呢要认真靠交友软体找对象 就不要把软体当作产品行录来用 好好看过对方的资料 毕竟这些图片跟文字背后是一颗颗真挚的心 最后呢case by case我在认识我老公之前呢 当然各种同志都有软体跟聊天室的用过 经历过安安你好找什么信约不啰嗦 还想说呢有没有机会呢可以跟国外的肌肉猛男和亲 不过最后呢还是在租房子的时候遇见我的客家斯文眼镜老公 过程当中呢我们从暧昧到缺人心意 从室友的贴心到男友的温柔 还有亲友的支持 在一起十二年结婚七年迈向老夫老夫 回想起来呢还是觉得很神奇喔 这不是我当初刻意追求的 只能说因缘天注定 不管是不是网路交友都希望你找到自己想要的以及适合的 但是还是要一直在这些话 没问题的特别名啊 希望发现你下回留言的说 好看两个节目结合朋友们好 你观看多么别再来听Lite Day的官方中后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安于所有观众 下方面大咪 你下咪里边聊 再见 再见